与特区同行大型全媒体报道 今天继续走进狐狸区 沿着狐狸四十年善变的足迹一路追寻 从最初的粗放型生产加工 到如今高新技术企业云集 狐狸的产业发展历经磨练 化永成蝶 于变局中开新局 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济特区发祥地 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湖里因改革而生 因改革而新 从筑巢引凤腾龙换凤到凤凰腾飞 走过四十年 湖里依然永历时代朝头 沿着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迹 时间拉回到厦门特区建设之初 一声炮响开山炸石 厂房拔地而起 企业蜂拥而至 最先第一个是印华地产厂 台湾的三个新公司 在厦门办了电脑的配件厂 比如说原来利用厦门烟厂 引进外资成立的华美烟厂 这样在湖里就形成了一个 还容的产业带 当年的湖里大道 两旁都是外资企业 人们说湖里真的起灰了 以后随着产业的转型 许多事业性的企业 迁迷到岛外 现在在厦门的湖里 出现了大批的文创企业 走进湖里老工业区 湖里大道两旁的厂房 古朴依旧 没有了机械的轰鸣声 这里早已成为名头见像的湖里创意产业园 600多家文化企业聚集于此 去年8月 斯凯文化把企业总部搬到了这里 不仅办公面积从原来的2000多平方米 增加到了上万平方米 员工数也翻了三倍 闪烁的美光灯 点亮了老厂房 目前企业业务涉及短视频 直播 电商 广告等多个板块 实现了从后端研发运营 到前端内容制作的全链条生产 因为有产业群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会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优势 接下来的布局的话 可能还是在深耕电商这一块 然后会去做一些电竞产业这一块的结合 2020年 湖里创意产业园 年产值突破30亿元 同比增长34.8% 一边盘活存量用地 破旧利新 实施优二进三 另一边 湖里区也通过开荒僻壤 推进旧村改造 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如今在湖里东部新城 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园 湖里创新园等产业园区 正不断扩张版图 武通金融商务区 五元湾商务营运中心拔地而起 新动能蓄势崛起 这里是湖里创新园 2007年就是在位于河山街道的 这片1.8平方公里的荒地上 一个以研发结算 移动互联等行业为主导的 大型产业园区破土动工 目前园区有规模以上企业 130多家 但是这些企业去年的营收 就超过317亿元 面对疫情催生出的 移动办公新常态 主营通讯设备的一连网络 在今年推出了新的产品线 云办公协作终端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这套设备不仅能屏蔽 外界嘈杂的声音 还可以将发言内容 自动转成文字 形成会议记录 目前一连网络 已经有三条成熟的产品线 企业上半年营收当16.5亿元 同比增长37.4% 我们17年进来之后 这栋楼其实很快不到一年 就已经又坐满了 跟狐狸区市里汇报了之后 门口那块地就给到我们做建设用地 建成了之后 会有一个4万坪左右的办公空间 狐狸区还是有出台了非常多 非常好的政策 比如说像毕业生 或者毕业两三年的 可以有享受住房补贴 什么人才供应的补贴 高级人才的一些补贴 对我们留住人才 其实帮助是非常大的 梧桐树已种下 金凤凰自然来 目前狐狸区共有 年产值超亿元的工业企业 86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94家 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企业34家 世界500强企业51家 这些企业的硬核实力 也带动了狐狸产业集群的不断壮大 以国贸股份为例 目前公司的供应链板块 已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起了业务往来 优势品类 钢材 铁矿 纸浆 化工原料 煤等的经营规模 均位居全国前列 上半年 公司供应链业务营收突破2410亿元 以商引商 龙头企业不断释放磁吸效应 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纷纷落户狐狸 比如说我们跟星天刚 跟这些奥隆等等 在厦门建立的一个合资公司 比如说我们跟零碳科技 也有合作这个供应链数字化的企业 通过这样的招商引资的 来共同的话 为供应链业务的发展 包括说未来一些科技方向的发展 去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话 2020年狐狸的GDP总量 是1395.7亿元 财政总收入是259.3亿元 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 近4813倍和2744倍 我想这些数据足以说明 今天的狐狸产业兴盛 商贸繁荣 梦起狐狸 梦想也造就了狐狸 如今的狐狸正擦亮 它日益丰满的羽翼 以更加有力的姿态 再次迎来腾飞 倒数据 咱们